伤害已经成为过去 对于小马来说 如果父亲在行动上能够对他有所弥补 他也愿意接受父亲的这份改变 可马先生似乎在妇女感情的路上越走越远 留下了这个身心受伤的女儿和一段糟糕的婚姻关系 这一家人的关系出路在何方 怎样才能帮助他们厘清关系 化解一家人的隔阂 观察员中正决定 首先从法律关系入手 老马你说你有担当吗 一点都没有 你要反思一下 今天你到这一步是为什么 当年做太出格了 太离谱了 对孩子打那么凶 给孩子剃光头 我们都听不下去了 都觉得不是像一个父亲能做的事情 小时候父母的角色的缺位 长大了对父母隐私尊重的缺位 整个家庭成员之间没有任何边界 没有尊重隐私 你像女儿把父亲的手机微信 偷偷地绑到自己手机上 还到里面取钱 明显是违法行为 不仅侵犯了公民各人隐私权 还涉嫌盗窃 都成见了凭什么有权利 把你的父亲的微信捆绑 然后擅自去取钱 这是非法的 这是犯罪 还有限制人身自由 不让他走 都很荒唬 都很荒唬 再说一下共同债务的事情 如果说两个人共同签名 共同经营 共同生活 这笔债务就是共同债务 那么共同债务就要共同还债 把过去对女方的不好 女方的这种羞辱 不忠诚 拿到今天的债务来说 是说所以你就要承担全部的债务 法律上不讲这个 法律上讲一码归一码 一个法律关系 就一个法律关系 至于说断绝妇女关系 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血缘的尽情随关系 法律上无法切割